好 这个台湾文创的一个概况的话呢 大致上来讲 有几个内容跟大家谈一下就是 文创的一个发展背景 愿景跟策略 然后它的优势是如何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计划 我们讲的这都是 有关于政府的一些 发展愿景跟计划 那再来就是全球化发展 因为全球各个国家都在 发展文创 那我们的面临这样的一个趋势发展 我们要怎么样去提升 那再来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大方向有哪些 然后面临的课题有哪些 然后最后的话是 政府在推动文创的一个策略蓝图 跟布局规划 那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 民间的力量有时候 就是比政府的这个 跑得更快 要等政府的这个 发展或政策 来支援的话呢真的是 非常的缓慢 那 所以呢在 一些相关的这个民间的一些科技的部分呢 那也可以支援到文化创业的产业应用 那这很重要 尤其台湾来讲的话 这是相当的重要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 我们要了解别人之前呢 总是要先 把自己的这些文化创意 的产业呢 先做一个内部的 调查 了解一下我们的发展脉络 那 从这里面呢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 国内的话呢 就是在 80年代 1980年代 民国大概70年左右 那时候呢 在台湾呢 开始 举办 文艺祭 那时候在全球呢 并没有讲 所谓的文化产业 其实在台湾呢 已经呢 开始 做了 已经开始做了 那这个文艺祭活动里面呢 主要的是以什么为主 以传统的这个 以创新跟传统为主 所以呢 当时呢 在这里面呢 就定调了 定调了就是说 各地方的文化里面呢 推出了一个人情土情的文化情 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来去推展我们的文化艺术的一个 一个季节的相关活动 所以呢 在台湾的各地呢 就会办什么 办音乐饗宴啊 办所谓的游艺 加年华会等等 那像衍生出来到现在来讲 像大家这两天应该有收到那个太鲁阁呢 国家公园要办那个什么 那个太鲁阁的音乐祭嘛 只有一天而已 所以 大致上呢 以这样的一个脉络 来发展 延续到现在呢 把它提升为文创 从台湾的 文艺祭 从70年代开始 那 从这里开始了之后 那后续呢 再来引进了这个 日本 就是在91年的时候呢 引进了日本的这个 宫崎清 这一位 从事与 相关文创的这个 传统公益的 这一位 神贤 到台湾来 去做 传授传统公益 振兴社区的 做法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就有点 引申到现在来讲 因为 这个部分呢 就引申到 后来的 社区总体营造 那 社区总体营造呢 其实呢 最重要的 一开始的事情呢 就是要先去了解一下 你的社区的资源调查 我们要发展 社区的这些文创 或者是 社区的总体营造 你要先知道你社区里面有什么东西 可以拿出来的 好 那所以呢 在有关于所谓的这个 资源的调查 的背景的调查的部分呢 这个就变得很重要 好 那 各个社区各个乡镇都想要做 社区文创 社区总体营造 那你有什么东西 有别与别人的不同的地方 你要先调查出来 紧跟着呢 再要 再要去把他的这个聚落 或者说相关的这个产业呢 形成一个规划 然后呢 做成一个可以 进行观光与 让人家来 体验或者是消费 这样子形成一个产业聚落 好 那这个才是会达到我们 所谓的文化 创意产业 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就会牵扯到我们行销的手法 好 所以大致上 他的脉络就是从文艺季开始 到 引进日本的宫崎清之后呢 紧跟着引发的社区总体营造 社区总体营造到现在呢 都如果 都还是有在做 还是有一些 社区还是有一些相关的经费呢 可以去跟文件 现在不叫文件 现在不叫文件会啦 你可以到文化部呢 去申请一些经费来做社区总体营造 那你要展现你的 计划的 计划书 然后你的成果 要怎么样呢 把它展现出来 那后续的话呢 就提出了文创 产业化 或产业文化化 这个上次有提过 到了这个世纪来讲 2002年来讲 行政院终于将怎么样 我们刚才提到 终于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纳入了 挑战2008 所以纳入之后呢 这过程当中就是一直要执行到2008年 所以 他的这个国家发展重点计划里面呢 就推动了相关的 文化创意传业发展设计总体营造两个大主题 然后09年之后呢 成立了推动文化创意推动小组 那同年的话呢 这个法案 发展方案呢 才 推出来 那这个旗程呢 从09年到2013年 那 真正呢 我们的 法 立法通过的话呢 文化创意发展产业法出来的时候呢 是已经是10年的事了 所以 大家就可以发现 这个 我们讲说是立法院 太疏于 太怠惰呢 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立法呢 总是 太慢了 那 那 这中间也许牵扯到一些效率的问题 牵扯到一些利益的问题 那所以呢 这个细节呢 当然我们就 也不得而知啦 那 在台湾的这个历程里面呢 台湾在早期的公益呢 电影呢 流行业跟 设计产业表现呢 其实是台湾的强项 这是以整体台湾为看 来看 不是以地区型来看 那 在这里面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早期的话呢 这边他有一个案例的提出来 就是说 因为过去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 这个 烧窑 置业 桃窑业呢 在 台华窑呢 算是台湾有点名气的 这个厂 那 上面这个杯子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会觉得说 这好像很老派 那其实在当时呢 他是 比较 有点值得 我们去提他的就是 台湾窑呢 他的官网 那当然这个是现在的官网 那现在的官网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一下呢 他会 结合了什么 艺术家 工艺师 那 因为早期都是工艺师 那 艺术家 这个就是我刚才要提的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台湾窑的部分呢 他跟所谓的 Alan Chen Alan Chen 当然就是一个 比较有点名气的 这个 艺术工作者 这个叫陈俊良 陈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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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 在他的这个绘画上面呢 就是 跟陈俊良 Alan Chen 来合作 然后用他的英文名字 来创立了一个 品牌 这个品牌呢 就是底下看到的这个英文字 Alan Chen 的这个品牌的 系列的这个 陈俊作品 那其中呢 上面这个杯子啊 就是 比较 当时比较有名气的 这个 飞龙在天 飞龙在天的一个 杯子 的一个杯子 那 因为陈俊良本身的是设计家 他有得过 法国的这个国际海报的一个设计奖 当然 这个人呢 目前来讲 我们在Google上面呢 要去找他的一些相关 事迹呢 并不多了 那 这里要提的就是 因为台华瑶的部分呢 首次呢 结合了这个 亚洲最具有影响力设计大奖的这个设计家 陈俊良 然后呢 去创作以他的英文名字为品牌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在 国内呢 算是 比较新奇一点 特别一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就引发了后续呢 会以一些 品牌经营的方式来做一个研发 做异业合作 在这里面我们要提的就是异业合作 因为 如果以官网来讲的话呢 他本身来讲呢 他一定有他的工艺师 工艺师的部分会有很多 会有很多工艺师 那他结合的是一些 艺术创作者 艺术家 所以 在他的这里面呢 你可以看一下呢 在他的官网里面 这是他的官网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逛一逛 台华瑶 那品牌故事 的部分呢 他这里讲的品牌 不是单纯讲 Alan Chen 他是讲台华瑶 那他陆陆续续这几年呢 会有一些 相关的品牌故事 品牌精神 那品牌的家族 品牌的经典 一些相关的大祭祀 等等 那品牌的故事的话呢 在这里面呢 就有提到 这台华瑶是如何 从早期 1983年成立之后 结合了在地艺术家 的新创 然后呢 让他 这个部分呢 变成是一个 馈赠 国家馈赠给一些外宾的重要的 这些 瓷器 然后去打开知名度 好 那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那我们这里面呢 就是要让各位去了解 就是说 一页合作 一页结盟 在做所谓的这个文创里面呢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因为 传统工艺的部分 那 会有他的一些知名度 没错 但是呢 如果他能够 结合一些 不同的产业 让他有一些 创意成分在 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文化创意产业 不是传统的文化产业 所以 要创意要出来 一定要 结合一些新的元素 那这新的元素 可能是设计的元素 可能是科技的元素 可能是 不同文化的融合 那这些就是所谓的 意业合作 那 要结合的人 就会很多 产业的 性质就会很多 好 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 继续 看一下 就是说 基本上 面临 面临现在 全世界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主打的全球 竞争 就是内容 就是内容的竞争 我想这个 不可否认 你科技再强 如果说你没有内容 那是空洞 你就 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假设 你手机 做得再好 就好像我们国内有一些 手机代厂 硬体是做得不错 可是内容呢 很多的内容 全部都绑在一些软体业者手上 那这个就可惜了 所以 发展内容产业的部分呢 也是很重要 就好像我们数位行销系 我们要去跟人家拼硬体吗 当然不行 所以我们发展的内容 我们发展的重点就是在内容 在内容 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这个 影像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设计 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的内容的 这个竞争的一个主轴 那台湾也是 不要说台湾 全世界都是 那内容的部分呢 虽然是一个重点 竞争的重点 可是如果你没有一个 外在的外壳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 外包装的部分呢 来去支持你的话 那你要怎么去呈现你的内容 我想这也是一个 不可 遗弃的 不能说 你都全部着重在内容 然后你的 所有的这个 载具 全部都要依靠别人 那这样子 也说不过去 那所以在这里面呢 就有提到说 我们要讲内容 那创意知识 价值跟 标准的建制 还有 人民的素质 文化独特性 这个 就是国家竞争力的 核心元素 那创意 基本上台湾的人呢 创意 能力其实是OK的 知识水准 也是有的 那价值 跟标准的建制 这个部分呢 可能就 比较弱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 要讲说 标准的建制 通常来讲 这都会 落在一些 大国 的身上 因为 有 或者说 发展先驱的人的 生长 因为标准的建制 会影响到整个后面的 追随者 跟随者 所以 如果在这个标准的建制上呢 你能够 抓住的话 那当然来讲 所有的这些发展 就要依循你的标准来 来去做 那 就好像我们过去讲说 我们的这个 之前的那个 我们 随身碟好了 我们讲这样 随身碟当时呢 是要发展USB3 还是要发展其他的界面 那 其实 大家有一些厂商就 观望了很久 到后来USB3 确定了之后呢 他的这个标准呢 就是 谁建制出来的部分呢 谁就要去follow他 所以 所有硬体的发展的这些 随身碟的厂商呢 就要跟进到USB3的发展 因为那个科技的硬体发展呢 我们没有那么熟悉 但是我们就是说 要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整个标准的一个建制呢 就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 是在 整个国家竞争力里面的一个 重点 那 通常台湾在这个部分呢 就稍微弱了一点 主要 我们在标准的制定上面呢 总是没有抢得先机 或者说 不够有利 所以在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就比较弱 那人民的数值来讲的话 大致上 我想我们 不会认为说 我们的人民数值 差 不会啦 那但是呢 就是说要怎么样让 我们的这个 创造力 跟你的这个 知识力呢 结合人民的数值呢 能够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潜能发展 那文化独特性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得不说 台湾呢目前来讲 我觉得呢 文化的独特性 是来自于历史 那这个历史呢 会有 或者说移民 那其实这讲到 讲到一些 好像政治面上面 我们 就有点觉得说 假设你现在 一味的要去 去某一个文化 去中国化 或者说你要去做文化排挤 让你的国家的文化变成单元 其实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我觉得以文化发展来看 文化创意来看 你是需要多元的 如果说你的文化呢 不是 很 多元性的融合 你的 激发创造能力呢 就会减弱 那 文化的独特性 你也可以说 单一文化 它很有独特性 对 但是 单一文化的特性 就 要跳脱 它的一些 融合其他的部分 就不太容易 就不太容易 所以 在这里面呢 我们上次有提到 就是说 台湾从原住民文化 原住民文化其实是有 本身原住民的部分呢 在文化上面 保存上面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台湾在 整个原民文化上面的一个重点呢 其实也没有 很得力 没有 发展的 很好 那 另外在所谓的 后续来台湾的这些人口 或者是 所谓的 日本占据时期啦 一直到荷兰占据时期 日本占据时期 到台湾的 大陆的移民过来 从早期的 明清时代的 到 我们的 两讲时期 带过来的 一直到现在呢 结合了所谓的新住民文化 这新住民的部分呢 有从大陆来的 也有从东南亚来的 甚至少部分呢 从欧美 甚至其他国家来的 那这些的文化的刺激 基本上来讲的 都会 让你的文化的独特性呢 会做了一些改变 所以 这些改变呢 绝对不会是坏事 那 我们应该很庆幸说 大家可以 去想见一下 因为 美国为什么 他在一些相关的 这些 世界地位上 能够主导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 文化融合的 大鲁 大钢鲁 那 大熔鲁 所以我们 在各式各样的国家的人呢 文化都可以融合在一个 区域里面 那他所激发出来的这个创作能量 文化特性呢 就会很多元 所以 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讲国家竞争力的时候呢 不免有点忧心啦 那 不过 牵扯到政治议题 那其实 说实在的 我们好像也着不上力了 那只是说 大家不要去排挤一些 人或者是文化 因为 那个都是 对于文创产业来讲 是一个 很 很正面的一个 一个 可用的一种元素 那 再来就是说 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刚才提到 挑战2008这个部分呢 从经济部、教育部、新闻局、文件会 这是当时的名称 那 负责了四个领域 负责四个领域 那当然现在呢 已经改变了 改变了 经济部没有变 下一步没有变 新闻局呢 已经变了 这是在行政院底下 文件会的话呢 现在已经到文化局了 那再来 几个发展的目标里面呢 当时定定的是这些 增加文创就业的人口 产值 质感 然后 建构台湾的文化创意 提升创意风格 就是这个 目标 到底 来实质的来看一下 国内它的一个 成果的时候它到底有没有达到 我们就来看一下数据 从这个数据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2002年 到2007年里面呢 我们国内的这个设计大奖呢 包括了什么 小蔡你拿到的一些红点设计 衣服啦 等等这些 各国的这些设计大奖里面呢 总共有484项 从2002年到2007年 6年里面 拿到484项 其实是还不错 是还不错 所以 国内的人才在做 国际设计大奖上面呢 绝对 不缺乏 绝对不缺乏 但是因为国内的市场小 所以 你的这些设计的东西 一定要具体的能够走出全球 走到全球化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 市场才不会局限于国内 那设计产业的部分呢 从2002年的220亿呢 到2007年呢 增加到770亿 那增加28% 就账面上来讲 好像增加了三倍 两倍半 不到三倍 那 实际上呢 如果 以全球的竞争来讲 这个部分的基石 也还不够 还不够 如果以营业额来看的话呢 增加的是 大概2000亿 接近2000亿 年均是7.7 当然这个比 我们所谓的国民 所得的GDP来讲 要来得高 那 文创的附加价值的部分呢 增加了1000亿左右 也差不多是7.7 那参与人力的话呢 从16万变到了21万 大概增加5万左右 那这个是官方的统计数字 那在这里面呢 值得注意的就是说 国内的统计数字到2007 那 目前我手边拿不到 从2007之后到2017 这10年 之间的一个变动幅度是多少 目前来讲 我手边是没有数据 那当然我们可以 从国家的一些发 一些所谓的年报 再去把这些数字调出来 再统计一下 可以进行 后续这10年来的一些了解 那在这里面呢 值得比较提到的就是说 因为 在我们的这个工艺产业来讲呢 工艺产业 其实来讲 着重的是什么 人力 因为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是 你国家的一个 长久历史的底蕴 那 目前来讲 我们讲说所谓的历史大国 什么像 中国啦 台湾啦 台湾不能 算啦 那 印度啦 或者是说罗马等等这些 他们的这些国家来讲 很多都还没有到 所谓的 开发中国家 都还在发展中国家 所以 以这样子的发展 中国家为主的 工艺产业 自然而然就会变成是 全球当中 以 发展中国家为主 那 台湾有台湾的工艺 那 沿袭至中国大陆的这种历史发展 这不能切割的啦 那 也有一些独立的 独创的 当然少 比较少 那在这个部分呢 那你说印度 印度也有 罗马 印度罗马 希腊罗马等等这些呢 基本上也有他的一些 工艺发展的一些特色 重的很多都来自于 首创 首作 那 这个部分呢自然而然就变成是 以发展国家为重点 那台湾的话呢 在电影产业 可是 我们 目前呢 就不得不讲 因为这是2007 那广播电视产业呢 或者是电影的话呢 在台湾来讲的是 文创产业的榜首 那大家沾沾自喜 你想想看 最近这10年 大陆是怎么发展 很恐怖 那 不只是大陆 像泰国啊 等等其他的 国家 他对于文创的用心 马来西亚等等 他不断的在崛起 台湾 还有这个优势吗 然后 加上大陆 用金钱来砸 然后 把人力挖走 把台湾的人力挖走 自己他们也学得很快 所以 在这个地方的优势 恐怕 到 现在 大概这个优势已经快没有了 甚至已经被超越了 那 流行音乐也是 流行音乐 有人说流行音乐 台湾还 有一点点优势 可是 也是一样 我们面临的都是所谓的人口的 基数 那大陆在这个部分呢 他 说挖人才 这个早已经 不是 新闻了 那再加上他们 很快速的崛起 所以 我们的这个 优势 目前来讲 很勘率 另外 就是说 目前呢 以 全球来讲的 宅经济的话呢 是目前 几个反映出数位内容产业的一个巨大效益的地方 因为宅经济的话就是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 网购啦 或者是网络啦 的发展 会造成有一些人 消费不出门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宅经济呢 就是促进了数位内容的一个发展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宅经济未来应该也会持续 应该也会持续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提到说台湾的优势 资通讯 还有 所谓的这个通路 在台湾的部件是 还算是真的是不错的 那所以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台湾的一些 有关于这些 网购的部分呢 它可以发展的 建制的很好 跟 相关的这些 便利商店 或者是 邮局啦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宅配业者 结合起来呢 大致上建制还不错 那 文化创意产业的背景 这里面呢 大致上来讲呢 就是 这边要提到一点点 我们所谓的福特主义 跟后福特主义 那当然这里面呢 我们要 提到的就是说 因为福特的话 是以所谓的工业制造的一个 文化 那 进入到后福特时代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早期的福特 汽车产业 有名的话是标准制作 价格部分呢 是进行比较的 然后是自动化生产的 那你的投资都是在生产设备 劳动力的话呢 通常来讲是自主性低的劳工 那工作组织的话呢 是分层 可是进入到后福特主义之后呢 因为他着重的就是在所谓的 专门化 客制化 或者是差异化生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生产模式呢 会成专门化 竞争关键 变成在创意跟差异性 客制化这一部分 那技术面的部分呢 从早期 机械自动化的部分呢 朝向所谓的 所谓的电脑整合 创作 电脑整合创作 那 这个部分呢 当然 各行各业来讲呢 都已经是走到这个地步来了 那 我们讲做各行各业真的是一点不为过 现在 哪一个产业不结合电脑 几乎都要 几乎都要 那 投资的部分的话 从早期的生产设备 的机械设备为主 到现在呢 投入的在知识跟想象力的这个 培训 或者是说 创意的制作上面 那劳动力上面呢 就会 转向自主性的小团队 所以 整个 前伏特跟后伏特之间的一个 变化呢 从这六个主题里面呢 就有 很大的一个差别 那 所以文创要 永续经营的要导入行销管理 跟财务规划 所以 行销跟财管的话呢 在 我们文创里面呢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因为 当你走到产业化之后呢 如果你没有行销管理的介入 那你可能呢 会 比较没有头绪 那没有走到财务管理的话呢 基本上呢 你就不容易 去了解 你的这个财务规划 应该怎么样去整合 怎么样去 应用 那这个 所以在行管 跟财务规划的部分呢 财管的部分呢 就很重要 那 后面的话呢 就是因为 台湾跟大陆呢 也有历史的渊源 所以 它有同质性 那 大陆现在 在财大气出 人员 跟 金钱 他绝对 目前来讲呢 都远远要赢过我们 他等于现在是真的叫大国崛起 连美国 连美国都不得不重视他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去跟他 做创新融合 还是要去竞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呢 要如何 去让我们的人才 培育 然后呢 去做一些 创意的价值 产业化优化 的部分呢 是目前可能台湾要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也因此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 回应一下刚才前面所提到的 因为 文化的多元化呢 跟独特性呢 绝对是 一个地区文化产业行销里面的一个 与众不同的地方 那 台湾的优点 台湾的优点 在哪边 那 跟 大陆有什么区隔 我们可以这样讲 你说荷兰占据时期 遗留到现在来讲的 文化影响力 跟文化创造的差异性呢 其实有点弱 全台湾留下来的 和据时期的这些影响 其实很微妙 大概只剩下比如说红毛城 或者是 相关的这些 台南的 一些 一些 我们说 相关的这个刺坎楼等等这些 是不是相关的这些 背景 其实在和据时期已经变减弱了 日据时期的话 基本上来讲 它影响力在台湾来讲 就是有别于 大陆的部分 有别于大陆的部分 可是呢 你又不能完全跟走日本那个模式 完全 copy 日本的模式 所以 在这里面呢 它变成是 台湾跟日本的一种文化的融合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一些新的创意产业 或创意的idea 来发展出来 那这个是 我们可以值得思考的 那再来 你说 新住民的部分 那新住民的部分呢 就 融合 各个国家的这些文化 那不是只有台湾有 各国各地都有 我们呢 从国外 嫁到台湾来的 或者是 台湾 嫁出去的 或者是 台湾娶的 或者是 外国娶台湾的女生等等 这些呢 都是文化之间的一种 冲击与 差异 那 也有一些 产业 或者说 也有一些 小小的一些创作者 就是 是从这里面 以他原本国家的这些文化 来去进行融合 或者是 以他的这个 独特性呢 带到台湾来 那 这些呢 包括从饮食 包括从 饮食文化 目前在台湾来讲是很常看到 尤其 我们讲说 越南的 泰国的 东南亚的 印度的 印度的 欧美的 这些呢 通通都有 日式的当然就更不用讲 韩式也是 那 在这样的相对之下 我想大家一定都会觉得说 在台湾 的口味 跟 外国的口味 其实是经过改良的 那因为这是要融合 台湾的人民的 这些 喜好 所以 在这里面呢 会做了一些变化 那这些变化可能就会跟他原来 原产地国家的这个 文化内容不太一样 就会产生一些差异出来 可是这个差异的话呢 是不是 能够 衍生出去 让他变成是一种 我们 文化 创意上面的一种延伸 那当然这个就 要 各个 这个文化里面的从事者 来去努力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文化创意的 愿景跟策略 在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创意台湾来讲呢 这是 最近这几年 发展出来的 口号 台湾呢 就是很会讲口号 那创意台湾的部分呢 到底要怎么样 他当时提出了什么 就是 执行其成是 09年到13年 就这 五年的时间 主要是针对台湾的创意发展的困境 跟产业需求 以及台湾的优势等等呢 提出一些 检讨 跟振兴方案 那 有关于文化产业的一个 愿景的部分呢 就是希望呢 以他的 台湾 独特有的这些 文化的这些 背景来去 进行一些创意的研究 与发展 然后 进了一步 产生的一些 产业 那 推动的策略的里面呢 他大致上有提出两个 一个是 环境的整备 因为 环境整备基本上来讲 就是 等于是你的资源调查 跟 相关的这些 内容的了解 我们 会知道说 环境整备里面呢 你要知道你的 问题在哪里 你的资金有多少 然后你的融创投资 就是说你的融资创投 有哪些管道 那 研发辅导有哪些单位 可以帮忙 人才的培育有哪些 要怎么去媒合 市场的 扩展要怎么做 那现在 像现在有一些 融资创投 有一些 这些idea他会 丢到 全球的 所谓的 募资平台上面去 那 我们现在 就有一些人 他会把他的 这些idea 放到 这个 创意的这种 平台上面去做 募资 募集募资 当 大家 觉得说你这东西 很有潜力的时候 那 人家 就会开始 怎么样 透过 募资的方式 等于是 赞助你 一些金钱 赞助你这些金钱之后 让这个本来没有什么成本的人 取得一些资金来去做 研发 然后进一步 做出一些成果出来 进一步制作一些成果出来 所以 大致上来讲 讲到这里的话 我们也可以讲一下说 像有关于我们 所谓的稳定器的一个应用 当时 我自己买了一支 不是要帮他广告 这个 Lavine的 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属于 当时一个募资 平台 所发展出来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当时这个团队 就是说他虽然有一些经验 可是他想要制作这样子的东西 我想各位可能有看过我拿这一支 那 他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 他的这个 有研发的能力 可是他的资金可能不是很够 所以你看一下 全球的 群众募资平台 他去找了第二大的募资平台 叫 Indiegogo 算是 idea 这个 indiegogo 这个平台上面去募资成功 大概募资到了 1500万左右 那 募资到了这样的一个金额之后 我们这影片出不来 这个就获得了全球的资金的赞助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就 结果来自于各个地方的朋友 然后 顺便帮他做一些影片的拍摄 然后丢到他的这个平台上面去 这是台湾的团队 里面研发出来的一个手机的稳定器 这个是三轴稳定器 在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这个 因为他是木制平台 所以他的这个销售平台 我看一下有没有涨价 因为那天我去台北 拍摄那个影片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他问我说 他也想买 还是没有涨价 5300 这一支 他只夹住手机 可以做稳定器 可以做一些稳定器 那我还是强调一下 我们不是要帮他做广告 只是刚好 讲到他的这个 募资平台 所以 在这里面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的融资创投的部分 有时候不要局限于国内 你可以 找到 全球的这种 募资平台 你的idea放上去 如果被人家 发现 那当然 idea放上去 你要怎么放上去 这个时候就要借助我们的 数位行销 拍影片 拍相关的这些 文创的一些 企划书等等 你就是要把他放上去 然后 让 人家觉得这个可行 让人家觉得这个可行 那 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呢 就可以 来自全球的这个资金呢 可能就 溢注进来 其实 Google当时呢 也有一些 idea 他用 电影 拍摄的手法 把他的这个效果呢 拍出来 大家有看过一个 影片吗 这个影片就是说 在一群 日本的 小朋友 在那个体育馆里面 然后呢 大家就看到 鲸鱼从海 从那个地板上面 喷出来 然后 掉下去的时候呢 水花四溅 然后大家都 哇 这个这样子的 那个3D投影的产业 是不是 是不是很 创意很惊人 对不对 那 这个 当时 他是用影像的 技术去合成的 然后 这样的东西 放到木制平台上面 他就拿到好几亿的 一两亿的资金 结果最后 有没有做出来 没有 没有做出来 也很好笑 所以 当时呢 我们融资的 这种全球融资平台 的部分呢 是一种 不是只有局限于台湾 有时候 台湾会讲说 我要去找银行融资 我要去找政府单位 写计划拿钱 好像很吃力 如果说你觉得 这样子的管道 不行的话 你不妨呢 去走全球的 募资平台 去看看 像刚才那个 ideagogo 这个部分是 第二大 那当然 还有其他的平台 各位可以到 这个google上面呢 去搜寻看看 如果你有idea 可是没有资金 那你就把你的 这些想法 具体的把它 撰写 或者是拍摄 然后丢上去 然后呢 这些东西呢 可能 就会有人有兴趣来投资你 那当然 这些都是小额的投资 像我刚才 那个手机稳定器 因为市面上 手机的稳定器 动辄八九千到几万块 那因为它是募资的 所以它基本上可以 压得那么便宜 对我而言 我是投资者 另外 另外一方面怎么样 不过我没有参与早期的 投资 我只是去买它 但是其实也等于是 赞助它的意思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 大家在所谓的环境准备上面 要跳脱台湾的思维 要有更全球化的一个眼光 或者是平台 要去了解它 至于我们的 就刚才提到的 资金 融资创投 等等 这边来讲 都可以有全球性的思维 问题的部分的话 就是大家必须要了解到说 我们现在要做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 我们面临到的问题 可能有制度面的问题 有资金的问题 有人才的问题 有通路的问题等等 这些呢 你后面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属于问题种类 包括你国家的发展策略 来 够不够资源 法令上面是不是周全 这些都是 有关于旗舰产业的部分 当然 所谓的旗舰产业就是 找台湾 比较强项的部分 培植为明日的这个明星产业 或者是说 当下已经是比较成熟 潜力比较够的这些产业 然后以它为发展主轴 所以成为旗舰产业 电视、电影、流行音乐、数位内容、设计、工艺 我们自取为旗舰 说实在 在这里面会有点点危险 因为其实在 目前来讲 你说讲电影、电视、创意 泰国的 台湾的 大陆的 我们好像不见得能够 走到前面去了 尤其 像现在泰国的那些影视创业的idea真的是 我想大家应该有看过 或许 樊老师之前也让各位看过 他在讲影片剪辑的时候 或许也让各位看过 那 在这里面也是一样 流行音乐 我们之前可以讲说 台湾是亚洲 流行音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舞台 那渐渐的这个舞台的光环 有点点褪色 那当然目前来讲 台湾的流行音乐上面还是 够力的 只是 目前来讲 有一些 重心转移 人才 跑掉的一种趋势 好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在人才培育上面的话呢 具体作为的话 就是 引用 外国的人才 因为 人才不是只有台湾 你要把 考虑一下 我们国际专业人才来台湾担任培训跟指导工作 所以外财的部分呢 你要思考 要去思考 因为 我们自己国内的 如果缺乏的话 我们不如引进国外的人才 就好像我们刚才前面讲 我们讲说 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是因为 当时呢 找了 日本的 这一位 刚才我们提到了 日本的 这个 早期在做传统工艺的这个 龚崎青 那因为龚崎青呢 他是日本千叶大学的教授 那他在社区营造 比较有经验 所以当时延览他来 做一段时间的交流 所以外财的引进呢 其实是刺激国内 的创意一个很重要的 还有人才培育很重要的 一个 方法 那 艺术 设计人才的进修 因为 因为我们在相关的这些各行各业的工艺上面呢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传统工艺的手法 可是新的 工艺制造方法 是不是也应该要适度的引进 也要适度的引进 因为 新的一些工法 会随着时代上面呢 会 改变 所以 我们 有一些新的方法要进来的时候呢 你要透过 人才的进修 那这人才进修就是说 你本来就是属于 艺术创作的人才 然后去引进新的 这些 方法 或者是说 比较交流一下 彼此创作一些心得 创作的手法 或者是 现有的这些工艺的手法 那会让大家呢 彼此 这个 创意冲击呢 产生一些火花 那这个就是人才培育的部分 那环境整备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分为硬体跟软体 那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提到说 我们的硬体呢 有五大创意园区 刚才提到 在我一开始 还没讲课之前 那时候提到了 台北的 台中的 嘉义的 花莲的 台南的 等等 这里面呢 有一些 文化园区 这些文化园区的 很巧的是有好多个 台湾的文川园区 都是从酒厂 改变来的 比如说 台北的 华山 市 因为是旧台北酒厂 花莲的 市 花莲酒厂 台南的 这些都是 那等等这些相关的 这些 内容呢 很多呢 不是从酒厂 要不然就是唐厂 所以在目前台湾的 文创园区里面呢 有很多是从 这个地方 所衍生出来的 那软体五大类有哪些呢 我们大致上来讲呢 软体部分 主要是行政协调 产业行销 然后 经营辅导 然后呢 是 法制研究 等等 还有法律服务等等 这五大类 来去着重 因为我们的环境 这里面讲的软体 并不是说 我们写的软体 不是这个意思 这里讲的软体 是整体 配合 你的文创之外 属于硬体以外的 都叫软体 所以包括法律面 行销面 推广面 经营辅导面 行政协调面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 软体类 软体 类别 文化创意的福祉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是从 刚才所谓的 你的资源调查里面 还有你的人员培育里面 最后呢 大概归纳出来呢 我们可能呢 可以 放在这三个部分 台湾的 文创里面呢 目前来讲 第一个 传统工艺 传统工艺的内容很多 我们这样讲 我们早期在 宜兰的传艺中心 传艺中心里面 当时有引进什么样的传统工艺的 这些创作人 人才 到传艺中心 大家有印象吗 这些创作人 你讲的是那个拉那个腾仓 对吧 吹糖 吹糖 吹糖也是 还有吗 玻璃 吹玻璃的 玻璃工艺 木鸡 木鸡 对 还有吗 肥皂 手工皂 布袋系 我们现在开始就在做所谓的文化调查 这个所谓的资源调查 然后 大概 应该还有什么 就这样而已吗 就这样而已吗 万民喔 幻面 对 幻面是 幻面也是 但是他要变成 创意产业 他是一种传统 传统文化 对 传统文化 因为小时候我也看过我 我阿嬷跟 妈妈在万民 我没有学啦 我真的很神奇 一条线就可以 把脸的那个 毛 哈哈 很痛 他等于是把你脸上的细毛拔掉 对啊 好 美容产业是没错 但是 当时传艺并没有把 美容放 应该没有吧 对 我们现在只是说对于传艺中心的传统工艺有哪些 我们台湾在 再放 放进去传艺 因为其实传艺 传艺中心 他引进来的是全台湾的手工艺 所以包括竹 竹制品 这些全部都是 客家的花布啦 或一些相关的创意这里也有 其实 大家都有能力把我们的 这个 属于台湾的文创资源 把它 列出来 可是列出来是小事 你要找到人 对不对 人才部分其实才是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 可能你要 假设你今天要做一个 要找一个 做 做那个 传统的骨的骨的 骨的骨 怕骨的骨 那如果 你要找骨的话 你要去哪里找 大家知道吗 这可能不是我们的领域啦 但是 因为现在 很多社区里面是不是都有所谓的太骨班 有吗 大家都很共共 那 其实 这个部分呢 他会 牵扯到一些 整个 社区营造 然后文化创意 然后 还有包括他后面的产业链 后面的产业链 那我们产业链指的是 骨的制造 可是骨的制造 毕竟还是少 一年 卖不了太多个 那 他有没有可能变成是 骨变成是一种纪念品 比如说老师那个铃铛骨 然后铃铛 所以 这个就是创意的一个应用 那 相对来讲 因为 有的人说 我们在敲门的时候 早期是 早期是门栓上面的那个铁圈 对不对 后来 科技化之后就按电铃 那 当然 有人说老师 击骨可以吗 那就是说那是衙门 感觉很奇怪 那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在创意的时候 是发想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一些的 idea会进来 但是他会有一些 限制 就好像说 我如果家里 有人来 来拜访的时候 大家都 大家有看过 有的到店面之后 你要去打个螺 对不对 有吗 你没有看过 我啊 我去过啊 我看店家呢 有一个螺在上面 然后我跟他 去打个螺 去打个螺 然后再次 对啊 会出来啊 另外就是说如果把他改成股 这也是一个想法 因为如果说你局限在那个传统股的制作上面呢 你的市场就很有限 那当然你设计营造里面去制作 做所谓的太古班会增加销售量 但是还是有限 所以从这里面呢 要去制作一些想方法 所以就好像我们木鸡 大家去输澳的白米瓮的时候 你会去买木鸡吗 不会嘛 可是饰品你会不会买 就有可能 所以它后来就是做成小的饰品 不过那天我去到苏澳之后 我是在另外一个里 这个里的里长他也是说 老师他们也急着想要发展社区特色 那个叫苏北里 苏北里就是冷泉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白米瓮是另外一个里 在这里面他们有提到 白米木鸡馆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苏澳 去苏澳好像必去了一个点 实际上它是有政府的一些资源进去 等到它政府的资源抽掉之后 那问题就会来了 就好像刚刚问各位 你去会买木鸡吗 你去到那边消费到底产生多少 然后这就问题了 反过来那天苏北里的里长 我去上他们的社区的课 然后我在上拍卖平台的课 然后就有一个学员 他说老师我这两天去皮雕的DIY的馆 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他一看 这个有连我看起来都很棒 因为他做了一个属于所谓的 我们那个什么卡 对悠悠卡 或者说其他卡片 他的那个卡片 他结合我们一般的那个 小店家卖的那个弹性回弹绳 可以缩回来 然后他做一个皮的 做一个皮的 可以放那个悠悠卡 然后他就顺手的从袋子里面一拉 然后逼一下 然后咻收回去 那我就说这个东西很棒喔 有市场 然后我进一步再问 发现他的社区里面 刚好有一个工作室在做皮雕 那我就说奇怪 你们 假设你苏北里那边有什么文化资产 冷泉 羊羹 面包店 数得出来是这些嘛 对不对 我想面包店应该 那家我忘记了 很有名的 好 哦 对对对 那这些的话呢 就是如果以苏北里的社区的资源来看 可能是这些 那可是我忽然发现说 哦原来你还有一个皮雕的 这个工作坊 那这个工作坊 我有跟里长讲说 它有没有可能变成是 你们社区像白米瓶那样子的 而且 你要让他顾客 进到你这个社区 除了去泡完冷泉之后 顺便来工作坊 做一个东西 自己带回家 这会不会有产值 它有产值啊 要不然你到木鸡館之后 你十个里面 大概十个人都不会买木鸡 哦 对啊 现在穿木鸡的人也很少啊 对啊 因为我们 因为那个是传统日本 早期文化衍生下来 有啦 有的 有的人会买木鸡 厨师 因为独房来地油腻腻啊 他穿木鸡的话比较不会 比较不会 蛮 蛮 文化啦 因为整个文化区域 还是有点差别 那 我们 终归就底来看 你一个文化 我们文化的特色是有的 你要让它变成是一个产业 然后要对那个社区 对那个区域 产生 产生 供应价值 消费价值 那 其实我那时候就跟李丹讲说 你就把 你把你的这个皮雕工作坊 结合那个什么 纳木内 那个 冷泉汽水 的 造型啊 什么东西啊 弄一弄 然后呢 他在DIY的东西 我看起来就 很有特色 就很有特色 那这个东西 假设你觉得要发展它 你就是写计划去跟政府要钱 然后找地方 坐在那个冷泉公园旁边 然后形成一个产业链 你这样子就能够弄起来 大家去到那边 不会只有泡泡冷泉而已 他还会到这边来做一个DIY消费 那这样你留客时间最少半天 就可以半天了 那一定可以半天 而且做一个DIY这样东西出来呢 可以消费几百块到上千块都有可能 我有照片 我有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好了 上来好长一段